23岁美国小天后亚利安娜 星期一晚上在英国曼彻斯特体育馆举行演唱会期间 场内发生爆炸 英国警方透过推特证实 警方在曼彻斯特南部逮捕了一名23岁男子协助调查 截至星期二傍晚7点 死亡人数从原本的19人增至22人 当中包括小孩 59人受伤 英国警方已经把事情定调为自杀式恐怖袭击 爆炸在演唱会尾声传出 亚利安娜已经完成所有表演 观众听到爆炸声惊慌逃跑 现场尖叫声四起 观众迅速逃离现场 亚利安娜在案发后在推特发表贴文表达心情 英国民众在事发后 也透过社交媒体发起提供住宿运动 让不幸涉及恐袭案和受困在曼彻斯特的民众暂时有个安身之所 恐袭爆发后 曼彻斯特人犹如惊弓之鸟 民众隔天早上在维多利亚巴士站发现可疑包裹 警方连忙疏散人群 索性后来证实只是虚惊一场